上庭漏口協場 刊法治寸步不養 面對外容居港權 和雙非嬰兒問題 阿元司長想炒捷徑 找阿爺釋法解決 不過他的港大同學就罵爆他 說正如包子金法官所說 暴風雨來臨 我們真是要珍惜和附代價 去捍衛我們這個法治 不要說掉以輕心 覺得一定沒問題 不要看張達明講起法治 這麼意證詞嚴 其實他一緊張就會漏口 我的英文我不覺得是好的 所以有時候都會怯 就是說究竟 如果在法庭裏 你要用英文去陳詞 自己是否真的可以駕馭得到 自己也會懷疑 其實從小到大 他讀書成績都很好 高考拿4A1B 他自己是很無安全感 都是有一定的自卑感 整天都覺得 他的成績是有一點好彩 好運回來的 怕上庭的他 法律系畢業之後做了幾年律師 為了可以放多點甲 就轉去港大教書 曾經想像過 他站在一個港台上 對著百多二百個學生 去講課 自己都好像很怯 很害怕 好像也不是自己擅長的一件事 執教編16年 網聲國際 但他一點都不介意 最關心的反而是社會事務 特別要很珍惜香港的年齡自由 和核心價值 所以當我發覺 特別是一些所謂 特區的官員的特首 覺得他有這些做法 是違反了核心價值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為母居 這樣出聲的提醒 沒錯 社會要有多元聲音 才有進步 有根本